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的杨子还是很有仙气的 漂亮又优雅 不得不说杨子很适合古装 往往给人一种动感的美感 近几年的题材大多是仙霞神话剧 但希望它能尝试一些新类型的古装剧 相比女主杨子的期待 男主就有点意外了 远景的男主角是张兰逸 曾主演过热播剧《觉醒时代》和《乔家儿女》 在《觉醒时代》中 她饰演的陈炎年干净 纯洁 精神抖擞 一心追求理想 深受众多观众喜爱 看到张兰逸穿现代装 很难想象她穿古装 但没想到起风了理的她很快就穿上了古装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次身着长情的古装 从路边照片看颇有些飘飘的贵族饭儿 不知道杨子和张兰逸的《长相思》 能否为剧迷们孕育初心的男神 他们两个就能给观众一个惊喜 让我们等着看 02 《长相思》妖颈超甜牵手同框 杨子女装弹琴 等位笑容超好看 杨子和张婉一主演的古装剧《长相思》 昨晚掉落了很多官配妖颈的超甜路透和视频 粉丝们看到后 心里再也无法平静了 期待已久的杨子女装新造型 成功美到了大家 真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呀 第一张是紫衣小妖和清衣颈的超甜牵手路透 这个视频里更甜 是小妖主动牵手 颈回头对着她甜甜的笑 恋爱中的小情侣超甜 两人的脸都好小 身高差太有爱了 井丁小妖 图山井温柔聪明 只要小妖给她一个眼神 都会开心很久 这张瞪贵眼睛盯着旁边的杨子 把井对小妖的感觉演绎得真好 姊妹的这套衣服 这样能更看清楚一点了 额头上还有桃花印记 好像嫦娥仙子 花絮笑容 杨子是一个性格很好的演员 还经常会调节剧组的气氛 和邓卫拍戏休息的时候 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笑得很开心 黄衣弹琴 惊喜还不止上面这些 还有高清的女装弹琴造型 剧情很明显了 是小妖在新乐府上 和景学琴谈恋爱的超甜剧情 其实小妖根本没有认真学 反正想听有景谈给她听 弹琴时是一套柔美的黄衣裙装 也是盘发的造型 真好看呀 弹琴视频 弹琴还有高清的视频版本 动起来的杨子比静态的好看多了 灵动娇俏的表情 就是沐西原石正处在热恋中的小女孩 这么好看的小妖 坐在对面的景 心里都要乐开花了吧 风龙乐呵 这张图有个亮点 那就是在角落里乐呵呵的风龙 自己的好兄弟和攻略对象在谈恋爱 后知后觉的风龙完全没察觉到 看了这几个造型 要被关佩妖景田哭了 杨子的盘发女装好好看 邓卫也好帅 其实可以来几个没有刘海的盘发造型 杨子在国家宝藏里的文成公主造型 就和小妖的适配度很高 没有刘海端庄大气 希望陈童勋可以参考一下 妖景书中甜甜的剧情 还远远不止这些 看了DP的文案 都能想象有多甜 作画弹琴 牵手逛花园戏外打闹等 还有超甜的拥抱 官配今天上了一波大大的分 妖景绝配啊 之前姊妹都没啥高清路透 看这个架势 看来6月20日或许真的会有美美帅帅的定装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盐 员